词曲 李宗盛 如被风翻页了 正好与你的生命 重叠在这一刻 从此我们有了 各自的故事 也有了各自轨道里 小宇宙的行事 或许在梦想 太闪耀的城市 会忘了会丢了 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小时候的陪伴 从不会消失 久久的深爱你 不完美却没得固执 不完美却没得固执 李飞 真的是你吗 我每天都做梦 我总会梦到你 可是每次我醒了以后 你都不在了 我总是问自己 你去哪儿了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 我总就把你的丢了 李飞 李飞 是我太傻了 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你 我没有去卖书片 你是不是就不会想不开了 你别自责了 我一点都不怪你 那个时候 我们都太小了 不够勇敢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所以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一点都不怪你 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当初我没有走 我好好陪着你 你就不会想不开 如果那个时候 我拉你一把 我们就会一起长大 你也会忘记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会完成你的梦想 你 你也会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结婚生子 都怪我 都怪我 不怪你 英子 你还记得吗 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呢 一直都觉得 自己没那么幸运 不像你们 有爱你们的爸爸 妈妈 我一直 一直都很羡慕你们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在这里 有爱我的爸爸 妈妈 还有外婆呢 我以前想要的那些 在这里全都实现了 所以 别担心我了 我在这里过得真的很好 这些年 你背负着我的愿望 太多了 是时候该放下了 那个世间 有那么多爱你的人呢 他们都在等着你 快点好起来 可是 尹飞 你是不是又要离开我 你别走好不好 只要你 这里 一直想着我 我就永远都在 我会一直 一直陪着你的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个游戏吗 记得 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 好 只要你心里想着我 我就一直都在 盈子 回到属于你的事情去吧 如沙漏的方式 昼夜的流逝 才是真的过时 冲起你的样子 时光风沙剑 留下的帽子 那就当我们一个三十岁的小约定好不好 我尊重 我给你的思念 老哥 老哥 开张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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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子 其实 有的人虽然离开了 但是只要你心里 一直 一直想着他 他就永远都在 再见了 再见了 可惜你也记得我青春的样子 我们路过暖夜花开花落的春雨 匆匆 港路中 蒼蒼的大曲中 偷藏一点奢侈的岁月静 总是有一些地方 总是有一段旅程 提醒着别忘了你最初的梦 是大雨染色的彩虹 只懂也不惜的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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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么多年 你都躲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装作是易飞 在陪着我 是啊 我一直在等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 所以你就想到了 做游戏这个方法 我也没别的办法了 只会这个 如果这个方法不成功呢 那我就一直找 直到成功为止 如果一直找都找不到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 其实我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看着画面里的那个你 我就常常会想 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可是想着想着 我会有点害怕跟你见面了 我怕你接受不了 更怕你忘了我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这么多年 我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在怪你瞒着我 我还在怨你这么多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一直在想象的世界里 过得很幸福 我一直在我想象的世界里 可你一直在为我守着这个秘密 一定很辛苦吧 一点也不辛苦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好看你 因为你是怎么会 你都不愛你 你都不爱你 我学习 будет 我看你 别人 我看你 你自己都不爱你 我心里很想要 我来晚了 玉菲 对不起啊 现在才来看你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百合 我没哭 玉菲 是不是好久没有见到我了 怎么样 我变样子了吗 虽然这些年你不在我身边 但我总觉得像做梦似的 你好像都在 在我难过 伤心和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好像都在鼓励着我 玉菲 因为我现在是一名记者了 虽然还没有那么优秀 但是也是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 也算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约定 我厉害吧 我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今天 这些年 大家一起为我编制了一场很美好的梦 这么想想自己 真的还挺没用的 什么都没有为大家做 我不哭了 宜菲 你放心吧 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就是 我就惹一下我 你在那边还好吗 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 大舞蹈家了 在那边 肯定没有人再欺负你了吧 你要是想我的话 没事多来我梦里玩玩呗 你想吃什么 想做什么 你都告诉我 我替你完成好不好 丽菲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我们都会好好的 时间不早了 他们还在等我呢 我先走了 一会儿 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 丽菲 再见 走吧 娘子 还记得这个吗 这不是毕业的时候 亦菲给我们个傻瓜相亲吗 这是她留给您的 这些年 也没记录给你看看 现在试试我看看 一芬 你这个不是说傻瓜相机 傻瓜都能用吗 你按下这个 看 开始了 开始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只能说明你比傻瓜还傻瓜 就是你 那个 开始了 开始了啊 咱们每个人 对这个相机 跟三十岁的自己 说一句话啊 你这又整什么妖蛾子呀 就是啊 整得跟口是作文似的 我觉得这个题挺好的 我们就录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是 到时候我们一人保存一份 三十岁的时候 再拿出来看 嗯 那你这么一句话还是一尾等我 我得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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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想 那我先来吧 三十岁的黄英姿 你好了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看到我吧 三十岁的你 一定已经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大记者了 没有你声张不了的正义 没有你挖去不到真相 让所有的坏人都无处藏身 你这世纪者该说的话吗 经纪人那么像海子帮你的话 我还得要录完呢 我相信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呢 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也会陪伴着你 不 不止三十岁 等到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我希望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被你脊迫 做这种约翰的事情 好 你说话是吧 那下一个就是你了 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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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采访一下啊 庄园 你为什么每次到这个天台 都坐在这个轮胎里面呢 因为我喜欢这个轮胎 那请问你这个戏管是 真的可以喝到饮料吗 戏不到不重要 重要的是好玩 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法 吸引你身边的女孩子 好了 好了 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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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岁的庄园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应该成为了一名教授了吧 不 不一定是教授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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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我想好了 可以 这儿行吗 可以 我帮你判寿的 脸可以哈 可以 三十岁的方明宇 你好 好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但是我还是要留给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过得开心不开心 我等你漂亮的答复 好了 好 好漂亮 我录好了 我录好了 该怎么办 下一个该是谁了呢 易妃 关照 易妃 赵毅 赵毅 我没什么可说的 等每次到这儿都掉链子 你要不说的话 我帮你说了啊 希望三十岁的蒋毅呢 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没有真正男子汉 我怎么听见他 你忘了 那小的时候 他是不是小时候动不动就哭 对对对 放学也找不到家也哭 然后什么没有玩具也哭 我录下来你给点面 因为我说什么 著名游戏设计师蒋叶 我猜啊 现在应该有很多人 都玩着你的游戏了吧 但我猜 应该没有一个人能玩的问题 臭屁 好了 下一个该你了 运动小子关超 三十岁的关超 好 那个时候 你肯定会和自己 最喜欢的女孩在一起 但是啊 你得答应我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假如说你敢惹她生气的话 我就飞过去打你 别启恨了 不是 别闹了 别闹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采访一下 刚刚关超顺的那个女孩子吧 别害我 怎么了 未来的舞蹈明星 怎么还害羞了呢 那我也说两句吧 好 你好 三十岁的蓝一飞你好啊 很高兴认识你 我想你现在 应该已经是八位舞团的首席跳舞了 然后呢 我觉得你应该会去世界各地都看一看 然后都会留下你的足迹 我没指望你还有很多你的舞迷呢 一定会有的 到时候谁都别给我争啊 我要成为一飞后援会的会长 我 我 我是故伙的 行 那我们是终于会员 可以可以 一飞 你看见了吗 好多人都喜欢你 我还挺羡慕你 对了 三十岁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有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家庭了 没准还有一个又可爱又调皮的小宝宝 那个时候一家人在一块一定一定很幸福 永远都不会分开啦 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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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们自己来跟三十岁的自己说个话吧 我们一起啊 分开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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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我们俩这次了 那是 咱们肯定说的也俩这次了 这是英子 你现在没有头 再录一下吧 我录一下 我录一下 你 那个脸录下来 我给你拿着 来 三十 三 五 五 五 妈妈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的八月十一号 两个月前 我在天台说的那些话 可能没办法再实现了 当你们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不下了 这段时间 我好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落寞 但现在才终于要结束 对不起 朋友们 我选择用这种方式给你们告别 虽然我离开你们了 但我希望 你们可以快乐 勇敢地继续你们自己的生活 关昌 对不起 我失言了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了 但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奥运梦 也许 以后你会遇见很多的困难 会吃很多的苦 但你一定不要放弃 关昌 你一定要幸福啊 我带我们来 明月 你是我们当中最坚强 最酷 最懂事的大姐姐 所以我走了之后 帮我照顾好大家 庄园 我们的大学霸 航天城六人组的人生导师 可惜以后 我都没有机会 再听你说那些人生哲理 但是那些小傻子还很需要你 所以我走了之后 你千万别倒下 蒋亦 虽然你现在不在我们身边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 黄英子 他很想很想你 所以我走了之后 如果有谁能代替我陪伴好他 那那个人就是你了 你一定可以做到 盈子 别哭 我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但是呢 我还是很仔细地做这个决定 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要自责 我人生的好坏 就留在这个夏天吧 但是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去做 我还有好多梦想没有实现 所以你要代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帮我去完成他们 你呢 你也要去实现你的梦想 要去勇敢地 爱一个也很爱你的人 别忘了 别忘了 你可是庞天成的黄英子 永远都是我们六个人的小太阳 好了 朋友们 我还记得你青春的样子 像是刻意搭带时间永恒的真实 再忘记我的种 在航空人海里 你总有一个位置 或许你也记得我青春的样子 我们路过暖夜花开花落的 这一天 咱们等太久了 师哥 太久了 不过我们终于等到了 可以吗 孟 Vamos 回忆还开着冷 和问你的心声 留一点天真 时光并不遥远 我们总会重逢 要求你就爱用 怎么了 没什么 从回家就有心事 饭也没怎么吃 怎么 以为我看不出来 银子回来了 我们几个一起去看一飞了 银子怎么样 银子终于走出来了 我们几个 也终于能放下了 程老 以后 你要是想他了 我就陪你去看看 谢谢你 杨凡 我们是一家人 说什么谢谢啊 自从易飞走了之后 我爸也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时尚 最无形的人 是到遇见你 知道遇见你 现在还有他 我才觉得 这个世界呀 本来是公表的 您好 您好 好好健康 好 谢谢 怎么了 外面身体状况不太好 你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 我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还都跑去医院了 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人家医生说了不让你出院 又非要跑出来 我住不惯那个医院的床 一睁眼就打白墙 动不动有人就来检查我 你不自在 外婆 那咱们也得遵医处吧 那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没什么大事 就是那医生他老吓唬我 外婆 您就放心吧 以后这馄饨店呀 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您呀 就好好回家歇着 都念叨一道了 我休息了 谁给你们做馄饨呢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空着肚子回去啊 我躺在病床上啊 我就想 生死由命 真摔出点毛病来 那也就是我的命 小心翼翼的 没有用 不是 外婆赶紧呸呸呸 这关超的孩子都没出生呢 您也还没当上曾外婆呢 您怎么能说这种话呀 就是要外婆 就是要外婆 还有我们几个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成家 您得陪着我们成家生子 还得给我们发红包呢 是啊 你们还知道啊 外婆 要是馄饨店放几天假 你最想做什么 我呀 以前想要干的事挺多 想出去走一走 闯一闯 可是 在航天城 一待就是一辈子 待着待着 就老了 外婆 那您一辈子没出过航天城 是不是很遗憾啊 我只希望啊 你们过着和我不一样的生活 看着你们生活得好 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外婆变成这样 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外婆怕你们担心 特意嘱咐我 瞒着你们 都怪我 我要是能一直陪着外婆的话 外婆就不会摔那一脚了 你别这么想 外婆年纪大了 不怪你 我小的时候觉得外婆像个超人 好像遇到什么事跟她一说 她都说没问题 没关系 然后都帮我们解决 我总想着有一天 都有能力了 就对外婆好 现在咱们都有能力了 外婆却没有时间了 咱们呀 你别在这儿难受啊 赶紧想想 在外婆剩下的这段时间里 能为她做什么吧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你们都不记得外婆说的话了吗 外婆 你不是想出航天城看看吗 我们连夜给您设计了一个行程 讲一说说 对 是这样 外婆您看啊 这儿是九寨沟 这儿是玉龙雪山 这儿啊是西湖 再到这儿黄果树瀑布 我这老胳膊老腿了 忙去那么多地方嘛 一点都不老 我还想带您去泰国骑大象呢 大象那么高我可不敢爬上去 行 那咱们玩有点安全的 黄埔江 黄埔江怎么样啊 您以前不是最喜欢看上海山了吗 黄埔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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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江行啊 嗯 咱们上海玩完直接北上 咱们就去看长城 天安门 我看看啊 直接去呼伦贝尔大草原 最后去云南 那儿的温度还有天气都非常地适宜 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你能不能是想让我走遍全国 走遍全国还不能算呢 走遍全国以后带您周游世界 那个感情好 我的一口气啊 把没走完的地方全都走完 您放心 您想去哪儿折腾我们都陪您 嗯 大婆 您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离开恒天城 还是因为您呢 安门 冷空的 嗯 注意休息啊 我知道了 看了看 看了看 看了没有 这是我们家燕姿在北京马上要开演唱会的地方 我们要是也生在北京就好了 不仅能看演唱会 还能看奥运会呢 嗯 我一直想去清北 听说校园可好看了 我没机会去看看 而且北京有一个国家图书馆 里边有一辈子都看不完的书 哎 哎 别放动 奥运会马上就要开了 我这个未来的世界冠军 连鸟筹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是啊 我们都没走出过航天厂 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 我们都不知道找什么样 嗯 就在电视上看过 嗯 想去北京 嗯 这不简单 说的就走 走 去北京啊 嗯 我是真的想去 我们其实也想去 你们要是想去北京 你们自己去啊 我对北京不感兴趣 干嘛 那如果我们要是真的都去北京了 你一个人留在航天城 哭着羡慕我们 对啊 蒋义 走吧 去了你一个航天城流程组 就不完整了 嗯 先不说去不去北京 我就有一个问题 要是去北京 你们有钱吗 哎 老板 你这东兴班怎么卖呢 我这鱼啊 平时都卖一百四十八一斤 老板 给你算一百四八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你给我挑一挑大的 好嘞 出手挺过去的嘛 哎呀 人家起早贪黑的不容易 咱这便宜不能占 哎 你看那卖鸭蛋的奶奶 生病了得花钱 这卖豆腐的小王 她弟弟上大学也得花钱 这卖猪肉那老张 哎呀 老张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 卡在这儿很难受的 老张买彩票 亏了好几千块钱 她老婆要是知道了 咱那航天城又得掀起一场 血雨腥风 爸 你这么乐意固人 你也赞助赞助你闺女 螃蟹 生猴 帝王蟹 看上哪个拿哪个 我 我不想吃这些 啊 文具 CD和外书 小意思 不是 我不想要这些 你不就喜欢这些吗 怎么了 你想要什么 我想去北京 那么远呀 你出过远门吗 我就是因为没去过 我才想去的吗 你这计划好了 通知我一声呗 不是 我是想 让你赞助我一下 多少啊 不会 门票加上来回的费用 差不多 也就一千多点 闺女啊 老爸也跟你说个秘密啊 那个老郑买的那个彩票 我也跟他一块买了 所以 哎 云莎好了是吧 哎 来了来了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你上面的上个车 你去唱五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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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演唱会啊 把这个给我端进去 是 妈 听说我爸年轻的时候 长得特别像陈百强 真的咋的 你爸 这么跟陈百强比 他连人一割头发都比不了 怎么说 跟你说啊 闺女 当年呐 陈百强是我们太多 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哎呀 人长得又帅 歌唱得又深情 我们那几个女同学 私下都约定好了 说早晚有一天 一定到现场去听她唱歌 结果 哎呀 我到老也没听上啊 变成我终身的遗憾 你 你 你 妈 你不想让你的女儿 跟你一样有终身的遗憾吧 什么意思 言之下个月到北京开演唱会 能不能在这儿给张门票啊 不行 刚才聊的不是好好的吗 你刚刚还说 你没有见到陈百强让你很难受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还有半句话没说完啊 是 没看成陈百强有遗憾 但是我更后悔的是 因为我沉迷听歌 我没心思学习 我连大学都没考上 可是我大学一定 哎 不仅没考上大学 还遇到你爸这么个假冒伪劣的陈百强 输个小背头 唱两句粤语歌 就把你老妈玩给骗到手了 你说 追星害不害人 告诉你 我绝对不能让我女儿 冲倒我们的覆辙 陈百强也不顶用啊 妈 这是我的月考成绩 这次考得特别好 第一 儿子 你这月到高三 月有潜力啊 嗯 累了吧 妈 那我奖励你出去吃一顿吧 怎么样 妈 我不想出去吃饭 那你想什么 我想 我想去北京 北京好啊 你这成绩应该考清北 你要是考上了 妈陪你一块儿去 我不是说以后 我说现在 现在去北京干吗呀 我跟银子还有蒋义他们约了 去北京玩 那我问你 你出过远门吗 那就是没有出过 才要出去嘛 那我再问你 你考虑过安全问题吗 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那关超家有钱吗 那还有那个易飞 要是去了外婆怎么办 算不算我同意了 那个方明宇的妈妈 还有黄英子的妈妈能同意啊 妈 你就让我出去嘛 去去去 不可能 妈 我就想跟小伙伴 离开航天城去北京看一看 怎么了 不行了 你这话还怪我了 那你去问问那个 黄英子他爸妈 要都同意的话 我绝不拦你 真是 下次搞动手 臭孩子 学习娱乐 必备好物 要不要看一看 我怎么没想到卖书啊 娱乐学习必备神书 明宇 我可能真的去不了北京了 你也别这么悲观 什么 万一 营子说服他爸妈了 他爸妈就可以劝你妈了呀 你就有希望了 你还不让我妈呀 他那就随口一说 就算营子他爸妈让他去 他还不会让我去 那倒是 还好啊 我根本就没有告诉我爸妈 还是得靠个心心 你 我要是卖得好了 我也能照顾照顾的 走过路过看一看了 有没有要买书的 什么书都有 你看看看看 这儿 什么书都有 同学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 一看情节就特别刺激的呀 刺激的 不是这种 就是 有那种 能让人 心跳加速的吗 又心跳还加速 不是 你不懂吗 同学 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特别喜欢他 男的呢 看到会沉默 女的 看完会流泪的那种啊 你懂我意思吗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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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书啊 那不就啥也没有呢 我不买了 等等 我做了 你会有哪种 你会有哪种 我做了 你到哪里 你第一个 我从克制 可是我还记得你 青春的样子 像是可以打败 时间永恒的真实 在晚清醒和床 在浩瀚人海里 你总有一个位置 或许你也记得我 青春的样子 我们路过暖年花开 花落的春日 匆匆干露中 苍苍的白去中 偷藏一点奢侈的 岁月静止 总是有一些地方 总是有一段旅舟 提醒着别忘了 你最初的梦 是大雨 染色的彩虹 是冬夜 呼吸的火中 κε konnten thou 啊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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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还开着灯 保温你的心声 留一点天真 时光并不要远 我们总会重逢 要救救爱